第1個佔計分的運算 來,我們這邊來加強一下 定積分的運算 比如說一個fs在a和b之間 它是一個連續函數 這樣行不行 那今天這個大fs 為這小fs的反倒函數 換句話說把它微分之後會等於它 行不行 那老師問你 今天把这Fs刷起来积分 对吧,在AK从A到几之间 B之间,把这Fs刷起来积分 怎么算 首先我刚刚讲过 这大F是它的反导函数 它为分数也等于它 可见把这Fs刷起来积分之后 会等于大Fs,行不行 但今天AK从A到几之间 B之间,有没有看到 所以说这时候麻烦你怎么算 把AK使用几代,B代 再去减掉AK使用几代,A代 这样就好了,这样行不行 好,到这边后 你先把这个我们计算方法把它记一下 我们等下举实际的题目来看了,OK? 来,我们看一下测题 麻烦你把测题把它抓起来 定积分把它算出来,行不行 怎么算? 首先先把这个乘开,行不行? 乘开做变S平方-1,这样行不行? 好,一样 先把这个事实抓起来积分 怎么积分? 首先看次数是几次? 两次 把次数加一次几次? 三次 再把3倒过来自己 三分之一,AK三番,这样行不行? 再去减掉,一积分就四积,AKS,这样行不行? 基本上来讲,正常来讲尾巴再加一个积,C,这样可不可以? AK从-1到几之间,2之间,这样行不行? 之后麻烦你把AK使用二代带进去 二三番八,变三分之八,减二,加7,有没有看到? 去减掉,AK使用-1代,-3番,-1,变-三分之一,加1,再加C,这样行不行? 写到这边,谁会发生到一个现象? 这个C和这个C可不消掉?可以吧?所以说以后我们再算定积分的时候 也就是AKS有数字可以带的时候,我们的C就不要写了 直接把AK用二代变三分之八,减二,AK用-1代,减掉-3,加1,这样就好了 这个C反正可以减按,可以消掉,以后就不用写了,这样行不行? 那你把这些算出来自己,三分之二 减掉-3,加1,的自己,三分之二 所以相减之后,当然剩7,0,这样就好了,OK 到这边麻烦你把它看一下,我们等下休息一下之后再继续,OK? 来,麻烦你把这题算出来怎么算?一样,麻烦你把这题把它抓起来积分 首先专门是有根号,麻烦你先把这些根号改成什么?指数,这样行不行? 来,本身AK几次?一次 开两次,把次数除以几?2 还可以写AKS的二分之一次,这样行不行? 所以实际上本身AK几次?两次 开三次除以3,所以可以写AKS的三分之二次,这样行不行? 好,开始积分,怎么积分?麻烦你 积分先把次数加1,把加1之后变几?二分之三 再把二分之三倒数自己,三分之二 所以说它可以写成三分之二乘上AKS的二分之三次,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我们就先把次数加1,变几?二分之三 再一起乘上这次数二分之三倒数自己,三分之二,这样就好了 这也是一样,先把次数加1变几?三分之五 再乘上三分之五倒数自己,五分之三 所以再加上五分之三乘上AKS的三分之五次,这样行不行? 所以AK从0到几之间,一之间,这样行不行? 所以积分要抓住好不好? 先把这些根号改成指数值哦,对吧? 把次数加1,二分之三倒数三分之二 次数加1,三分之五倒数五分之三,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把AKS用1带进去,一的任何示范都自己,一 所以带去变几?三分之二加五分之三 去减掉AKS用0带进去自己,0,就出来了 所以答案算算就事情,十五分之十九,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后到这边麻烦了一样,先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等下再继续下去,OK?